我覺得今天的問題很有意義 因為可以留意到當時接待別人的狀況 或者可以隨機應變 好 那我最難忘的就是 在 哪裡的時候 坐在接待處 覺得怎樣 覺得很緊張 但是做完之後又覺得很有趣 緊張在什麼 第一次做接待 所以很緊張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有趣的地方是 讓你想一下 有什麼有趣呢 剛才的實習 很有趣 好 你再想一下那個趣是什麼 我們下一位同學又說 我覺得最難忘的是帶別人上去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要跟別人介紹那個行物 然後要指他們去禮堂 是 那時候緊張嗎 有一點緊張 但是指完之後你覺得都輕鬆的 很好 還有沒有什麼難忘的 有沒有難 最難忘的是接待現在 放近一點的咪咪 不用怕 接待現在 嗯 接待站在哪個崗位 嗯 即是歡迎他們進來 你是第一個迎接他們 是 是 很緊張 那現在克服了什麼 克服了 克服了 好 一個簡單的實習就克服了 最難忘的 都是劇部戲 嗯 但是 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帶一個節目 哈哈 就是 嘉賓的第一個會見面的人就是你 所以覺得很緊張 是 會不會緊張到忘記了笑 不會的 OK的 嗯 好了 最難忘的是什麼 我最難忘的 就是在登記台那裡 有家長來的時候 因為有些家長 他聽不清楚我說話 有人要我說幾次 嗯 我覺得很尷尬 嗯 要一直重複地說 嗯 那就要練習 是 嗯 慢慢說 咬字清楚 大聲的要 是 現在有沒有信心 有 哇很好啊 最難忘的是 都是坐上台那時候 嗯 因為你說正常的嘉賓 就正常一點 不過是 哈哈 有些不正常的嘉賓 剛才 有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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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還有突然之間 湧入一大群的家長呢 handle不到是嗎 嗯 都handle不到 嗯 他們有檢測 不過有些 有些不搜尋 明白 嗯 這個實習對於你來說 都很難忘的 算是 嗯 好 有沒有補充啊 沒有 哈哈 可以說多一點的 是 擺近一點點的 麥克 排全單的時候 是 接待的 家長 嘉賓的時候 是 緊張還有什麼呢 嗯 有問題 嘉賓就是 試一下 接待一下 嗯 帶他們上 那些 是 然後呢 嗯 哈哈 就是 排全單的時候 可以 跟家長 講一下 全單說什麼 嗯 介紹一下 對 介紹一下 嗯 明白 那你介紹之前 因為接下來 12月13號 那個是 真的啦 那你要了解多些 學校的資料啦 OK 嗯 好 另一位 這次 令我最難忘的 應該就是 做接待 去接待 角色個人的家長的時候 那 做接待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多 不同的家長啦 那 可能會有少少家長 是會有問題的 嗯 我們就要好好地解答他們 是 很有耐性 幫助他們 就要 鍛鍊自己的耐性 嗯 而且 這麼細緻呢 可能呢 見面的時候 會有一些 有障礙的家長 可能他聽得不太清楚 就要 去 大聲一點點 去跟他說 是 或者去 帶他們上去活動場所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年老的家長 或者腿腳那邊的家長 都要 親自去帶他們上去 嗯 要 面對不同的家長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 應對方法 所以去 令到他們有一個 良好的體驗 嗯 非常好啊 講得很好啊 好啦 給點掌聲啊 謝謝 謝謝 繼續 最難忘的就是 站在樓梯那裏 折袋入上去 為什麼呢 因為 不知道說些什麼 嗯 即是發覺原來 沒什麼話題 好像有點尷尬 對 緊張尷尬 嗯 那為這件事 你會怎麼準備啊 想定一些 要先想定可以說些什麼 是啊 很聰明啊 沒錯 我們可以預先想定 到時就不會死了 不知道說什麼 嗯 你呢 嗯 還想看的就是 坐在那張椅子 嗯 都是坐在摩托袋 那張椅子 嗯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怕 有點尷尬 是 尷尬是因為 看著這麼多陌生人 覺得尷尬 還是覺得 不知道說什麼尷尬呢 是啊 兩人都是啊 嗯 嗯 那現在克服了沒有 還是都要練多一點啊 可以了 應該 嗯 到時就是了 12月13號 是 嗯 最難忘應該是 都是在樓梯裡 帶你家賓上去 嗯 都是 沒什麼勇氣去主動 跟別人說話 嗯 但是剛剛才有 看了第一步 跟他們主動說話 嘩 達出第一步 都很值得鼓勵啊 然後給點掌聲 練一下練一下 就不怕的了 嗯 最難忘是 帶嘉賓上去 嗯 都是一樣啊 有點尷尬 嗯 挺有趣 是尷尬得來有趣 你是不是也是跟他一樣 哎呦不知道說什麼啊 還是 不習慣跟陌生人聊天呢 嗯 兩人都是 嗯 練多點 認識多點朋友 新朋友 好 好 就你了 最難忘的 應該是 太長時間 是 因為有些家長會忽略 然後 我要追上去 哦 就是他 你的意思是 他忽略是 你遞給他一句都不接 還是 他 直接衝上去 哦 走得太快了 那你要追回家長 嗯 但是你都處變不驚哦 嗯 這個都難忘的 還有沒有啊 有了 嗯 好 我們到下一個同學 最難忘的是 坐在桌子上 是 為什麼呢 因為是 第一筆被他們簽的 嗯 然後就 第一次 是 所以就很難忘 是啊 我也記得啊 最初呢 就把筆 筆頭向了 人家 還是向自己 就不知怎樣 哦 打橫就行了 應該一輩子都記得了 是啊 還有你自己試過大筆 也都試過折筆 你的感受是怎樣 你折筆的時候 摘筆的時候 摘筆的時候 別人給我 有時候很好的 嗯 你會留意到 會懂得欣賞的 那當你簽完之後呢 你給回一支筆 給reception 他有沒有摘啊 還是你自己放下 有摘啊 有摘的 有摘的感覺是怎樣 嗯 嗯 你記住這種感受了 好啦 到你了 最難的是 面對 很多問題的 隔著 嗯 你們而已 就 可以 知道 要冷靜地面對 嗯 冷靜 有耐性地聽完 這樣說話之後 再 回覆他 我們要 去確認一下 然後 要去等一下 嗯 然後再回覆他 對方的反應 可以嗎 可以 可以的 即是說 只要你冷靜和有耐性 就能處理到的了 就算處理不到 你都可以安撫到對方的情緒 嗯 非常好 記住了 真的要用的 最難忘就是 坐在reception table上面 是 遇到一些 隔壁出的問題 你自己不知道怎麼回答 是 是 記不記得有什麼問題 分享一下 嗯 腳痛 是 那他腳痛你怎麼處理 是 沒有什麼問題 他有靈坐 是 那你怎麼處理 哈哈 他有靠靠靠 不知道怎麼處理 不知道怎麼辦 他突然之間腳痛 是 我問一下 如果真的有家長 突然之間腳痛 那怎麼辦 對 會接手處理 嗯 會接手處理 嗯 好繼續 最難忘的是 做麻煩的嘉賓的時候 做嘉賓的時候 嗯 然後一起在想怎麼刁難 那些 接代了一些人 是 你怎麼刁難他們 然後最後就想到 擺了一個孕婦 然後 然後 臨場 然後就來刁難 哇 這麼激手的 但是 對 但是真的做的時候 接外了一些人就沒有理會 我們 就沒有理會 太可憐了 我覺得 對 對 所以就很好 如果真實呢 你有沒有想過你 是被人 考驗回頭呢 這樣啊 那幫我招呼 哦 都是冷靜去處理的 是 好 到你了 講一下難忘的 就快完了 我還有三個同學 就是冷忘的 都是坐在Jermyn的當中 嗯 就是坐在桌前面 那 因為一開始是比較緊張 當家長走過來的時候 但是 我發現了 問家長 以笑容去問 是 面對他們 他們都會回覆 嗯 就是你有鮮衣 他們都會感覺到的 嗯 對 嗯 不怕了 都遲些 不怕了 試過一次 好了到你呢 最難忘的 就是 站在玻璃門 嗯 就是 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好像就是站在那裡 硬梯 這樣 就 但是後來就是 就是要微笑 嗯 我也欣賞 我有留意你有笑容 是的 很好的 那就跟剛才 這邊同學一樣 想定一些東西去說 那你就不會 一片空白 你要之前想定 你代定了十個可能性 可以說的 那就沒有那麼害怕了 好 最後啦 最難忘的是 就是 就是 坐桌前 然後 人家沒有問你 就拿了筆去簽 是 不奇怪 這個經常發生的 都OK的 就是因為 如果他 看到筆很心急去簽 其實都不是你失職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就招呼他 有些人他很獨立的 他會覺得 可以了自己來 你都尊重 繼續保持笑容 不一定要做足你的流程 這個很好的分享 因為很多時候 接待的同學 心裏面 有一些步驟 覺得 他不讓我做步驟 步驟 我現在直接做C 他會拿手不承拆 其實沒有問題 整體的流程 和剛才我們同學說的體驗 你整個來參與這個活動的體驗 他都覺得 你們這班人很友善 很親切 很有禮貌 不知舒適禮 大方得體 其實就OK的 即使他自己拿筆 其實也沒有問題 你不用介意 但是 他簽完之後 你都試意 你可以接一支筆 他都會感覺到你關心 你有留意他 但這個程序 不用太得著 OK 好了 一次過給多些穿